Hello 大家好 我是索雅 你們不經有個睡美人在這邊齁 我們現在在台南 然後今天是我們來玩的第二天 然後今天早上呢就想說 出去玩之前來拍一支影片 跟大家分享我的牙套 我終於要來拍這支影片了 因為我從年頭可能很多人就有注意到 然後就看到很多留言 就問我 欸你牙齒撞了什麼奇怪的東西 我跟超強呢就是在去年年尾吧 就開始帶了隱世美 那我們選擇牙醫診所呢 是在台中的城中牙醫 那我們會特別要去台中是因為 有人推薦這個葉醫師給我們 就是這個葉明坤醫師非常帥 年輕又專業的一個醫師 所以我們從前面諮詢啊去檢查 然後開始帶牙套啊這些 就是也去了台中好幾次這樣子 雖然有一點小小的累啊 因為一直要跑台中 可是因為我們非常相信這個意思 所以就很甘願的把牙齒交給他 那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隱世美到底是什麼來的 來給你們近看一下 跟傳統的牙套比較不一樣啊 因為它就是透明的 上面一排下面一排 現在每個人都只有兩排 然後你可以看到呢 上面有一些就是一顆一顆痘痘 這些痘痘呢 是為了要加強這個牙套的強度 那這個兩個橡皮筋呢 就是也是讓我的下排牙齒更往裡面走 它的帶法呢就是醫生會給我們很多膚 很多膚 其實原本更多 可是我已經帶完了 所以它就是每一個禮拜呢 換一副上去 那你可以想像它就是一個像一個動畫這樣子 每一個禮拜就像一格動畫 所以它就是會慢慢從最亂 然後就變比較整齊 那我現在帶的已經到第14週了 所以基本上要帶滿一個禮拜 然後每一天要帶滿22個小時 可是像我這種的就是吃飯比較慢 反正如果沒有帶滿22個小時的話呢 我就會自己把天數加長 就可能帶8天的9天 用天數蓋過那個時數 所以這個療程的長短 也會取決於看你自己自不自律啦 可能也是有人選擇就是可能晚上才帶 那它的整個療程就會拉很久 那像我跟超強應該都是差不多帶一年半到兩年吧 我可能要兩年吧 因為我的比它的很像再亂一點 那你們看我的這個橡皮筋呢 是等我看哪 我過來給你們看 跟你們講 這不是每一個人都有的喔 就是醫生會給我很多帶橡皮筋啦 就是真的是橡皮筋 你看到嗎 就是差不多這個size 還是我現在來示範 幫一次給你們看 先把它抽出來 上面的牙套我就會用拇指這樣 往裡面用我的直接這樣摳下來 你可能會看到一些口水啊 呀就是這樣子 我先帶回去 我一定要把我的嘴皮這樣撐開 再按進去 這樣撐開開 按那個 因為有時候是那個療頭會直接夾到我的嘴皮 所以要小心一點 可是還好啦 沒有這樣嚴重啦 不會破啦 只是會一直小豆一下 然後下面呢 就是一樣也是用我的拇指 啊 有了他 他用出來的喔 再推回去 OK 喔 好了 好 我看一下 我看到了 對 因為有時候就是會有一些角度 嗯 需要去調整一下 嗯 OK嗎 好滿喔 哈哈哈 醫生命也有給我們這個 這個是QQ 這QQ呢就是要我們 裝完牙套之後呢 這樣子 把牙套壓緊 然後大概一顆牙齒要壓十次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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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們在咬QQ的時候 一定會分泌很多口水 因為你的嘴巴以為你在吃東西 上面就有很多你的口水 然後就拿去洗 然後呢我就會帶這個橡皮筋 這也是醫生給我的 它是一個小勾勾 然後我牙套的上後方跟前這裡呢 會有一個小小的勾這樣勾出來 就給你套這個橡皮筋啊 這樣套圈圈這樣 這樣 我現在給你來熟練了啦 我一開始的時候 套半天套不了 嗯 OK 就這樣完成 然後這個盒子也是醫生給我們的 就拿來裝我的牙套 還有我的小道具們 然後上面就切一個貼紙 以防萬一根超強的搞混 其實我把這個拿出來 尤其是在馬來西亞的時候 我的朋友們都會以為 我點了什麼東西吃 因為它長得很像那個 就是那種food court啊 不是你買的東西之後 那個人會給你一個 一個那個 嘶嘶嘶嘶嘶的東西 就是你食物它會嘶嘶嘶嘶的東西 好啦是真的有點像 所以我平常是要怎樣照顧這個牙套就是 就是用清水洗 然後如果你覺得上面 可能不滿太多的口水啦 就是沖水沖不掉的話 就會用牙刷這樣輕輕刷它 然後我自己就會放一些 牙膏 一點點牙膏也是這樣子 輕輕刷它 像刷你的假牙這樣子 就乾淨了嘍 反正你戴完一個禮拜之後 就會換下一個更乾淨的牙套了 那我們平常呢 如是吃東西還有喝飲料的時候 除了水喔 其他的都一定要把牙套脫下來 才可以進食 會有人嫌這個麻煩啦 可是我真的覺得 其實還好啦 不會到太麻煩 而且我覺得 比起傳統牙套的那個 容易受傷的程度 這個真的很算很舒適啦 欸那我就順便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到底痛不痛 啊印象很深刻耶 我在第一週的時候 超級 酸 因為我們的牙齒 它已經固定了很久很久嘛 每天你給它套這個東西上去 它就很不舒服 所以你在脫的時候是它就會 很像在跟你反抗這樣子 我那時候還有錄下來我戴的 第一還是第二天 哇酸到 你知道最酸的過程呢 不是在你戴住的時候 是你脫的那個過程 跟帶著那剎那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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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顆很酸耶 這兩顆超級酸 但後來在第二第三週的時候是 噢 完全沒有了 而且我跟你講一看哪裡時代的時候是 我脫不到耶 因為我的下意識的想要讓我的舌頭也一起幫忙 我的舌頭就會去幫忙 這樣撩出來 結果會叫到自己的舌頭耶 超痛 過了差不多啊 第二第三週是 就已經很舒服 可是每一次戴新的牙套的時候 還是有緊緊的感覺 前兩三天 脫跟帶也是會比較有感覺 但是再也不像第一週那麼痛了 是可以忍受的 所以像我現在戴的是第14週的 第二天才第三天 我已經幾乎沒有感覺了 就是一個 一個東西在我的牙齒上面而已 所以它最不方便的地方 可能就是要拆一下跟戴上吧 然後要很勤勞地刷牙 反正你們看我現在的牙齒 跟第一週是不是差很多 我那時候會想要綁就是 我其實乍看之下很像扭很亂啊 但是你近看其實蠻亂的 然後之前我在用美豬秀秀修圖的時候 是它不是有一個讓牙齒整齊的功能嗎 然後我一看 哇 我要是整齊的時候其實 就 自己覺得蠻好看的啦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 還是可以綁個牙看看 哦呀 我忘記講這個文化差異 馬來西亞人講戴牙套是綁牙 因為 傳統牙套真的是用綁的嘛 所以這種就很自然的 也一起叫綁牙了 其實那時候我去諮詢的時候 醫生有給我兩個方向 傳統牙套跟隱世美的選擇 還有拔牙跟不拔牙的選擇 欸這個真的很重要 你們可以聽聽 首先我先講一下傳統牙套跟隱世美的差別好了 所以隱世美就是每一週換一個嘛 然後吃東西要脫下來嘛 它缺點就是會 如果你不自律的話就會療程會拉長 所以說不說完結它就很容易黃 就是如果你們說完結年信就卡在裡面 遠看的話你不會覺得自己像戴牙套 就跟你之前的樣子差不多啊 就這樣默默的一個禮拜一個禮拜 這樣然後就變整齊了 所以傳統牙套呢 它的優點就是 你可以不用去管 不要痛還是要帶 它就是綁在那邊 吃東西的時候也不需要做什麼 你就吃而已 它畢竟是金屬材質嘛 我就聽到很多身邊朋友就是會 我等一下撞到嘴巴這樣 就會掛到嘴巴這樣子 我就很排斥那個感覺 我不喜歡嘴破 那時候在跟隱世人討論到底要不要拔牙 我那時候當然是默默希望不要拔牙啦 因為就會覺得牙齒本來就還有用 就很無辜這樣子就被拔掉了 拔了牙齒之後呢 整個就是你的嘴巴會往內縮 就會變成比較裡面的感覺 如果說我們今天拔牙 是如果你覺得你的嘴唇 如果你會覺得很不突的話 拔牙的話嘴唇可以往後退多一點 因為這蠻主觀的啦 那如果你覺得外外上都沒什麼問題的話 我們就會去選擇用不拔牙的方式下去處理 對有一些人來講 這是一種微整形的感覺 你的臉會變小 但是對一些人來講呢 其實你自己也不知道說了之後會長什麼樣嘛 所以他們可能很會後悔 就是早知道不要拔牙 因為說完之後他們覺得這個臉型不是他們想要的 然後醫生就講如果是拔牙的話呢 就要用傳統的比較好 可能因為傳統牙套比較大力 所以比較快就可以把它們拉起 那如果是不拔的話呢 就可以用影視眉 所以我那時候就選擇了不拔牙用影視眉 因為我是蠻擔心拔了牙 臉會變成我意想不到的樣子 不管是眉還是醜 但是不想冒險 所以我那時候就心想 其實我就只是要牙齒蒸氣而已 所以我就選擇了影視眉囉 因為我下面的牙齒是其實特別滿 那時候我剛好也拔了兩顆紙齒 所以其實下面呢 剛好下排牙齒就好像多了一點點空位 然後醫生還會再讓我的下面的每顆牙齒 是割出一些細風 可是你的肉眼是看不太出來的 不過現在已經差不多都合完了 我在用牙線的時候其實很有feel啊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就覺得很空 影視眉的話還有一個 就是講話會有一點點的含糊 但我覺得已經慢慢再改善了 因為已經越來越習慣了 很像這個席這個字 洗洗洗洗洗 很容易漏風喔 最後等我的牙齒變起來之後呢 會再拍一支影片 要跟大家講 這整個 這整個 旅程 到底我過得怎麼樣 給你們看我的下排牙齒 你知道我以前下排牙齒是等這樣嗎 然後現在呢 就是 越來越圓了有沒有 然後這一顆 它以前是超級些的 現在這個也越來越紫了 然後你們看到這一顆是 你學問為什麼顏色不一樣 比較黑 是因為這個牙齒有抽過生巾 所以就會慢慢變黑了 中小牙齒就可能不太好耶 小時候不愛刷牙吧 長大後不敢了 每一餐一定要用牙線 已經改不到這個習慣了 但是也來不及了 牙齒已經死掉很多顆了 然後我這裡還有一顆拔掉了 你們可能看不到 對不對 所以我有一個缺牙 走之後也是會等 綁完牙之後再看怎麼樣 看要用假牙還是中牙 我覺得牙齒真的很重要耶 就是吃你的一個門面來的 就跟人家講話的時候啊 我自己就很喜歡盯著人家牙齒看 我不禮貌 可是我就覺得很療癒 如果牙齒很齊的話 就覺得很療癒 OK啦 那麼今天的牙套分享就到這裡啦 你們還有什麼問題想問我喔 這邊可以留言告訴我喔 OK 那差不多是中午 操槍也起床了唷 還沒有耶 我也沒有 我們等一下要準備去 繼續我們的台南Trip 之後會出一支Vlog影片 你們一定要關注喔 好那我們就繼續再見囉 喜歡的話按讚 追蹤訂閱 幫我按讚 也幫你追蹤我的IG 掰掰